我就继续走走到了这个小镇的这个城市的边缘了 现在我的go pro的存储卡上面还有30%的电量 我就利用这个剩余的电量再拍 随便拍一些这个城市风景吧 这也是我之前经常走路 从家走过到这儿的话 大概两公里了吧 这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河 旁边有一个大教堂 咱们走过去看一看 瞅一瞅 我夏天的时候经常跑步 那时候跑个六七公里晚上 这棵树居然还有这么多树叶的 很难得啊 现在冬季嘛 是欧洲 冬季是一年中最不好看的时候吧 因为树都光秃秃的 树叶都已经落完了 然后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也没有什么太阳 今天就比较精灵 我现在蛮动手的 然后这个教堂看着好古老啊 你看这个围墙 到整点的话 还要报实那种 那路边 这个就是乘用车的那个 这是那个 托克里尔 connect 这是短轴版的 五座的 还有七座的 这是绿色的 然后这是芬田的 哦 这是梅塞德斯 那个奔驰的那个 V 那个V V V Velo 商用版的叫Veto 这叫Velo Velo 一般这种车 百分之百才有的 CDI CDIR 在这边的百分之百 像百分之百绝对了 我只是夸张的一点说法 像这种商用车 在欧洲的话 一般百分之九十应该有的 这个比例用柴油车几乎 然后你看这个老建筑 是不是很好看 漂亮吗 哎 这教堂今天还开门了 我以前老冲在走跑步 门都是关着的 上面有个连缝171年 1710年 到现在正好是三百多年了 已经过了三个世纪了 1710好老啊 然后看看这个老建筑 这个叫Lodhaw Dam College 这还是一个学院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有什么 那个里面有狗 现在是疫情期间 都要戴口罩 强制的 这个楼都漂亮 这个古建筑这种房子 一看就是18世纪 这是17多少年的 都是欧洲老来那些 就是上个世纪的那些老房子 遗留到今天呢 这种红砖好有历史感啊 这个房子很有一点哥特式风格 哇那还一辆警车呢 哇那还一辆警车呢 这个图 那个图安的警车 这个教堂我从来没有进来过 必须得戴口罩 12岁以上 这个是没开门的 这个是没开门的 走了 Marche Pommelade 旁边还有一个小公园 有人在里面遛 这个老太太进去干嘛呀 今天要做礼拜吗 好了 我就走到那边 那个城市中心 那边有一个体育场 我之前走到那边跑步 经常夏天的时候 我从那个教堂 往这边走 走到这个社区这边了 这边都是房子 在有三栋 比较高的公寓楼 这个在欧洲也是比较少见的 这么高的楼在欧洲属于 不是说在欧洲吧 咱们就拿这个小范围来说 在比利时吧 我所在的生活的这个城市很少的 旁边是一大片 已经快到了城市的中心地带了 这个市云还是外围了 然后这边就是很大的 这个城市的体育馆 那边还有很多 来几个室内体育馆 那边还有网球场之类的 还有板球啊 还是足球场 然后这个公寓楼就在这个体育场的旁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层 这在欧洲都已经在很难得了 有这么高的这个公寓楼 在这个城市 因为比利时这个国家比较小嘛 所以在这个这种稍微大一点城市的中心地带 还是能发现一些 这个这个公寓楼非常壮观 你看它修的是一个弧形 这个就是一个方块 但这个是一个弧形 还是很有一个美感啊 像他们这个房子的话 这个房子估计可能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吧 我估计啊 我估计的 至少五十年历史了 应该是有的 因为这个房的那边 连的一大片都是那个house区域嘛 都是当地老百姓住的区域 又是一个大号的那个van 那个福特 这短轴 然后福特那个皮卡 这个是销量第一的van 这是销量第一的皮卡 欧洲 那路边都是停车的 有了个箭头标识 一直走 因为这条大路 前面都是那些房子 然后就走到那个城中心地带了 以前夏天我经常跑步 跑到这边绕的这个体育场 有时候跑一圈 我走过来 走到这儿 不知道走了几公里了 看一看这个弧形的 大公寓楼的壮观的景象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方块 这个地方正在贴了个麦 这个第八层 两个房间的第八层 这个在卖的已经卖掉了 12345678910 这个楼是十层的 确实够大的 这还有一个 旁边有一个火车道 那是一条火车道 一个线路 它要进到这个城市里面 前面那个房子也蛮好看的 到那个生活区来看一看 我走到公寓过了以后 这边房子去了 我就沿着这个路一边走一边拍 利用这个剩余的电量 这个房子好像都是70年代建的 现在也有50年历史了 他们把这种房子就叫做那种平房 蛮喜欢这种格局的 只有一层 这个是现代房子那种主流的样式 快到圣诞节了 你看门口点缀的那些彩灯 那个圣诞 还有小人 这家房子都 这种房子比较老了 这些房子 一般像50年代以后都很正常了 后面很多老房子 咱们边走边拍 这种都是做过 不断的维护保养才行 像这种白色的都刷过漆 刷了那些 刷漆养护 像这个就没有刷 这个就直接那种 那个砖体那种结构 看得很古老 那个一看就是 那个壁炉 这个房子感觉像它的麦一样的 旁边是一个巨大的鲤鱼场 这个城市的局上还是蛮大的这个范围地界 你看这边的房子多古老 在欧洲 很多国家城市 很多地方 虽然国家文化不同 大体上房屋间隔是有差别的 但它这种老房子 在上个世纪很多那种那个国家能看到 荷兰啊丹麦啊 都能看到这种格调 这种格局的这种感觉吧 基本上没有完全一样的 一家一户 每家每户都不一样 那个小砖 那个弧形没有做那个粉刷 显得一个对比 有个反差还挺好看 挺好看的 然后那个是一个小公寓楼 那个是1234 四层上面的阁楼嘛 那种小公寓楼 像这种四到五层的公寓楼 是这边主流的 主流的公寓楼的大小 这个房子一看就是新修的 非常新的那种 很现代的那种 它外墙没有做那种处理感觉 就是直接迷了 多少这种街顶这种老房子 这是一个小车 小车的 我说的就是这种公寓楼 一般带阳台 欧洲这种房子带阳台 是非常少见的 这个因为新修的 所以来带个阳台 这是很罕见的 一般你看那一老房子 它是没有阳台的 它这种虽然有二楼 但是没有阳台 没有伸出来 裸露这种阳台 但是住公寓楼 一般就会带了 这个就裸露伸出来的 这里面也可以走 可以穿过去 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马上走到 这个相当于是城市外围的过渡地带 所以比较稀疏一点 然后走到这个路里面 就非常的紧凑了 路就密密麻麻的 门口一般停车 就停在路边了 这个就是这边的房屋的格局 你看这房子 看着好神奇啊 这个是一个做了个房屋中介的那种 那个商业的 Blue Immobilier Agents 这个房那个中介 然后到里面 你看这个房子都好啊 这两边都是路 这种在欧洲也特别常见 一个一个一个微型的路 插在那 在好多老房子 我之前说了个芬田海拉克斯 这个不就是芬田海拉克斯的皮卡吗 还带斗的 看着好大 在欧洲都显大了 你看路边 这个车 路向很窄啊 有时候挫车要慢一下 老房子自己家门口 能有停车位置 很不容易的 像这样 他推他陷进去 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车都停在门口 没有足够的空间 你看看这儿 老房子 老街 但是在离那个中心 还是有一定距离 不过我的电量 估计到中心就拍不了了 现在还剩19% 到20以下以后 电量掉的是收收的 很快就没了 好吧 我就先拍到这儿了 到前面再说吧 FT 是